大家好,那我叫Owen Huant 我中文名字叫亮群,所以也被叫亮群這樣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來這個地方來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關於AI部分 那其實我算是一個初學者,也是剛入門這一行的一陣子 但是因為之前也做過一些關於AI的專案 但是總學長好像是在基礎的這些理論上面總學者有一些不踏實 然後那時候剛好朋友就介紹一關這個智慧的時候 我對我家進來想說跟著試著看看這一本 我們稱之為是聖經或是天書的這本書 想說試著閱讀看看 然後我跟了之後我其實有兩個感觸 第一個感觸是我才發現人我不懂人 我不知道聖經,我第二天後才發現覺得我不懂聖經 那第二點是我終於感受到 我也不懂機率也不懂聖經代書 就是真正去碰到這一本書之後 你會發現說原來之前的基礎背景 原來這麼不夠 所以導致它上面很多數學 其實有時候在看的時候其實是 可能我有點吃力 但可能各位前輩們看起來 大家都很吃力 大家都一樣 對對對 所以我也必須坦誠講說今天有些部分數學的地方 我也許有一些pass 然後或者是我盡量去理解 然後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那個章姐真的覺得 已經有點超出難度的話 我會說那這地方不好意思就給我佩命住 那我有帶一些額外外面有查一些medium的那些的補充等 然後幫助大家也許可以更容易的roll through 這樣子 那我本身之前有做過一些AI的專案 是像是我有透過AI去做生成藥物 就是我們用AI的方式去探索一些新的藥物出來 那我主要是供這塊 那之前我也有榮幸剛有拿到那個AI客送第四年 我用這個題目去拿 那另外我們最近也有在做一些有關AI的一些專案 像是透過無人載具的方式讓車子自動去抵抖 那這些也是都是在這些進行的計畫當中 那所以可以發現說其實我比較偏向是去寫call 去implement一個AI的專案 但是對這個理論的部分 總是覺得好像我們總是知道back corporation 然後我們也知道說怎麼去gradient descent 但他實際上數學是怎麼去做的 我發現說這塊我們真的不清楚 因為你不清楚所以你不知道怎麼去cume model 所以你就常常model的部分都沒有辦法達到旅行的更多的效果 那直到我看了這一本之後我才發現 原來他每一個小節都可以用cancape帶出來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wow wow 這個其實loading蠻重的 對原本以為說這個是這本書裡面最輕鬆的章節 因為想說大家都在玩神經王 應該這都沒有什麼 我看完後我才發現他超出我原本的自動的神經王 他太多一些細節像什麼drop out或者是一些等等的 他其實都可以用一篇paper去講清楚他的數學理論 為什麼這樣做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等一下就跟著我看一下 大概他是怎麼進行的 那如果各位前輩如果有一些補充的話 也隨時可以跟我說沒有關係 那再請各位直接多多指教 那我們今天要開始進入的有關於是這個prml的第五章 他是有關於講神經網路的部分 但是也許在前期之後 已經有一些前輩已經分享過有關於在神經網路之前 他是怎麼做的 那神經網路的話 這是我們今天的大章 我想就是書的那個 我就不夠說了 那我們神經網路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就是這個架構 但是大家先試著先忘記這樣 我們可以先去試著回想 就關於我們最基本學到的線型代數 你所講到的東西 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做神經網路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去逼近一個現實的問題 或者是一個存在的現象 好比說我想知道說明天的圖示會怎麼走 或明天的天氣會怎麼變化 所以我們人類總是會希望 我們可以去prediction這些東西出來 於是我們就希望說 那我們相信從上帝的視角 也許我們會看到說 它其實存在一個絕對對的一個函數去 變成這個問題 那在沒有神經網路之前的時候 我們可以想說 那我們以前所學過的 高中或大學的線型代數 他能去逼近一個function呢 我們可能會去找出這個現實問題當中 他可能有某些的basis function所組成 你可以把它想像說 他可能是有幾個基底 好比說如果是一個現實世界當中 我要來描述像我這隻手機的話 我可能把它用一個三圍的空間 那是XYZ這樣的軸去描述出一個這樣的手機出來 我是這樣比喻啦 就是說我可以這樣描出來 但是呢 我們知道說那這些軸其實它是固定的 等於說我用來描述這個邊邊的話 它如果是三個軸那可能跟你講說 這個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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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我們今天去試著想說 那我們這一個軸這個basis function 它是不是可以adjustment 它是可以調整的呢 於是我們這個就可以開始導進 我們的neural framework這個想法進來了 於是neural framework裡面其實它講到說 好啊 那我們這些有關於它的一些基礎函數 我們其實都不在是用一個固定的方式去處理它 而是我們去製造出一個 它其實會隨著你在訓練的過程當中 我給它一組數據的時候 它不斷的去training有關於中間的 它這些圍頂的部分 於是接下來就倒進我們的這個neural framework部分 那neural framework 其實這個部分呢 你也可以叫做 叫做multi-layer perceptron 我發現這個名詞其實很少你知道 因為我以前在分享的時候 很少人也在講這個名詞 其實這個名詞最少有講到perception perception 其實就是指我們的神經元 它其實可以從生物學上面的那個perception 一樣的名詞過來 所以我曾經跟藥學家或生物學家 在聊這個神經網路的時候 他們總是會誤以為說 這個就是真實的 從我們人類的那個類神經 這樣子帶過來的這個模型 其實事實上這是不對的 包含這本書或者是其他 像Keras的作者他們曾經都有講過說 其實那個是沒有關聯的 大家都會把它當作這是一樣的東西 哦 你們想到神經網路這個 這個algorithm或這個architecture 你可能認為它是從人類的類神經 來思考過來的 有點像 但其實他說從根本上根本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這個我補充一下 所以perception 其實就是我們的 那個大腦的神經院 那前面加到multi-layer 就是指說它可能有很多層 我們就是在強調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會簡稱它叫做mlp 或者你有時候也可以講 你的neural network其實就是一個approximator 它其實就是一個近視器 它想近視你的一個現實中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從這張圖的話 我們可以看出來說 其實它具有了這個一開始的 由三個部分所組成 從我們的input layer的部分 以及我們的中間一個叫hidden層 以及後來我們的output 我想這都已經大家都已經非常清楚了 我就不多說了 但是我們來補充一下書上可能會跟我們講的一些事情 就是說有一些名詞 我們在這裡就把它定義清楚 我們可以在裡面的hidden層的話 我們可以看出來說 它其實它的組成就是 你的input去乘上它的waiting 再加上一個bias 這個地方又是我們的bias 然後再透過我們的一個 我們先講一下 第一個式子它所形成的 在未經過activation function之前的時候 它稱之叫activation 就是那個刺激 我們有時候會講 因為它其實可以牽扯到很多一些 像生物或者是電機類的 所以它們可能會算是叫activation 那所以呢 在套用在activation上面的東西 我們就叫activation function 然後形成我們那一個神經院 所得到的一個output 就是這個 你這一個的神經院所得到的一個output 好 那所以這邊稍微定義一下 那麼有關於這個activation function 我想大家應該非常熟悉的 它其實有幾個形式 它可能是這個hoade 或者是我的hidden 或者是我們的grade rule的狀況 那也許你這邊可能就會再進一步 再討論到說 這些用在什麼情況下 那當然我們這邊就不想出啦 但只是有幾個 我們剛好可以 最近有看到的 補充給大家說 像review function呢 它本身會存在一個狀況 就是它可能會導致 有一個death neuron 發生的 什麼叫death neuron 就是說 神經人掛掉 什麼叫神經人掛掉 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我們這個activation 最後還會經過activation function 所以你試想的說 如果這個值它是小於0的話 那它怎麼是呢 好比說我這個地方 它的activation是小於0 那經過我們的review function的話 它其實出來之後 就會變成是0 這代表的意思 它沒有辦法再傳遞下去 所以那個神經人 我們會稱之叫death neuron 可是這個狀況其實 有時候並不好 為什麼 你可能導致你chaining的時候 其實會chain不起來 所以這個叫做death neuron 那有什麼解決方法呢 像是常見的兩種解決方法 一個是我們會加上bios 那bios也許就會把你修正 原本是negative 然後變成positive 那這是一個解決方法 那第二個解決方法是什麼呢 我們可能會 呃 改用另外一個相近review的 大家知道嗎 就是我們liquid review 因為要liquid review的話 其實它在negative的地方 它還有一個small在 所以其實它還是一個詞 那你的微小的negative 是可以帶到下一個 在延續的 那這個就我當作補充給各位 我想大家應該有多少 我聽過這些 那再來是我們的output的部分 那我們output的部分呢 一樣我們稍微快速定義一樣明詞齁 那一樣它也是出來的時候 是一個activation function嘛 但是呢在最後的時候 它一樣會經過一個activation function 那這個activation function 就是視你的progress的問題來決定 好比說如果你是一個reviewation的問題的話 你這裡可能是一個identity 就是一個相似來的數 就直接等於這樣子 就可能這裡的ak 就等於這裡的yk 就是dk的 它的輸出的activation 就直接點了output 那或者是它可能是一個 binary的crossification的問題的話 那我們可能會用sick void的function 因為你可能就是 在正的地方是多少 鋪的地方是多少 用這樣的方式來區分 那或者我們用submax的function 來處理有關於multi case的這種狀況 所以這三個是一個常見的 在最後一層output layer的時候 我們說屬於到的這個activation function 然後這邊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再來就是稍微講一下說 那它最後某一個神經元 它真正的輸出是長怎樣了 那其實就是長這個獅子啦 我想這個就大家應該都有sense的 就直接看過就好了 這就是中間的hidden層它的output 然後最後一層的時候 再經過我們的output activation function 得到這個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說它其實depends上什麼 它 depend上的是我們的input 跟我們的waiting 就大概是這個地方 好 那我現在跟大家做比較就是 這是我灰色框起來的地方 它就是我剛才前面的導引的部分 講到說在傳統的 年齡Androbar的部分 我們希望說透過一個fixed 或是找到sugmo的一個basis 去處理它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邊你就可以看到它是一個線性組合 當然當然它最後的經過的f function 它可是一個浪靈靈的部分 然後去逼近的部分 所以這個去做一個比較 就是上面是neural network的處理方式 那下面的可能就是透過一些傳統的方式 Ninear edge的方式去做逼近 那當然這個式子可能大家看起來很頭痛 因為畢竟有bias的存在 所以其實還有一種寫法 這個書上也有講 就是我們把bias含進去 bias就是我們這邊 我看到綠色或者這個深藍色的部分 它都用這個地方框起來 我們就只是把它寫成說它是D0項 把它含進去 所以這邊這沒有什麼 這只是一個數學上的一個區域的表示法 所以我只是分享給大家說 它書上還有一種這樣子 就是讓你看到它只是一個相乘的一個形式 存在在這裡吧 好 那這邊我再繼續繼續下去 那書上有繼續講出有關於說 我們這種是不是稱之叫MLP嗎? 就我剛才講這個Multi-Layer Perception 那它其實是一個continuous的 一個像是Sigboid的這種Ninear體 在這個Hidden Units之間 就是說我們其實中間都會用到這種 它的Eventual Function 都是Sigboid的這種 它是一個連續的 而且它又是可圍的 所以呢其實就是代表說 我們可以透過它因為中間Hidden層 它之間的傳遞的函數 它其實都是連續可圍的 所以導致我們可以去做training 這等一下就會接引著我們到後來講說 我們要從我們output算error之後 然後透過gradient的方式 一步一步傳回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有一個可圍的Function在中間 它是一個continuous的 那如果是我們傳統的呢 我們傳統如果不是用我們的 所謂的Multi-Layer Perception的話 我們就都會稱之它叫做Perception而已 那Perception的話它可能用到是Step Function 什麼是Step Function呢? 就是像那種波度一樣 大家知道就是好像會有一個斷點這樣產生的 那這個就不是一個continuous的狀況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用這種方式去算 那剩下大概就是幫大家快速建立一下 這具有關於我們的neural network的部分 但是書上也強調說 我們這種架構 我們也可以稱之它是這種 D4W的Function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整體架構其實都是往前傳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接下來章節 我會提到的是 Back Forward 就是Back Forward 就是Back Forward 就是剛好人家說的就是相應 相對應 所以 Big Forward就是指 你今天採用的是成績網路架構 或者是一層一層往前 推到我們的Output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 Full World Corpification 就是我剛才前面講這一段 所以Full World Corpification就是指 我們平常在傳遞到的Output 那我想這個大家已經顯而易見了 但是它這個架構其實從 就是如果無項來講的話 就是無項學來講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有項無款圖 就是說它不會讓你再接回去 就是它最終目的 因為其實我也不是學這塊 所以我大概補充給各位看 它就是一個不會再繞回去的 所以我們稱之它叫做DH 就是一路講下去的圖 對 好 那這個就補充 也許我這個地方沒有很細去講 因為我不是數學系的 那也許如果大家還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Google一下這個 有項無款圖去看一下這個 我一直就說 主動員跟我出發 你的見讀方向一直走 不會再聊到自己 不會再聊到自己 不是路 對 對 那我們就繼續下去 那我們這裡再做一個進一步的討論 就是說 如果 如果 我們在每一個基本 layer 層之間 我們剛才其實用的是一個 那 另外 就說 那 你今天想說 那 我採用 另外一部分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 如果你用另外一部分的話 它都是會等於一個 single layer 的 Grindous 就變回很非NeoName的形式 所以其實他們就數學有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是Linear Transformation 乘以定的Transformation 還是Linear Transformation 所以其實如果你中間不是透過Linear化 你都是Linear組成 你最後其實你整個模型 只是一個可以用一個Linear的Transformation來表示 所以它並沒有辦法像合成經網路一樣 這樣子的複雜 它有很多只是一個線性的一個狀況 好 那所以其實這雙再講一點就是 那為什麼大家會講說 我的那個Education Function要採用Linear 因為你才有辦法去逼近比較複雜的問題 如果你只是一個線性的話 那就回到我們之前前面講的就是 它可能只是一個這樣的組合的方式 你會有沒有辦法去達到一個比較複雜的一個逼近 所以人家有時候像面詞的時候會考這個問題 我就曾經有被人家錄過了一直說 為什麼我們要Linear的狀況 那是因為我們可以希望它可以做到 就是比較複雜可以逼近真實的問題這樣子 好 那再來另外一個就是說 有關一個叫做Universal Approximator 那它這裡是這樣講的就是說 嗯...一個2-layer的Network 如果是一個Ninear output的話 它其實可以Approximator 任何一個continuous的一個方式 所以它其實這句話帶出了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Ninear是如此的powerful 它可以去逼近一個任何一個函數 當然這邊是這樣講的 所以... 嗯...為什麼我們會用神經網路 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 最近開始講說 我們希望它可以逼近一個現實中的一個真實問題 因為它透過的中間很多Ninear的function 所以才能說是它可以這麼複雜地去逼近一個真實問題 不好意思 那這下面我有附一下就是 有關於數學上面的證明說 這個Universal Approximator的這個theory 那請就各位參考一下 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說 書上其實它有提供了一個圖給大家看的說 我們如果今天真的去逼近 好比說 這可能只是幾個... 嗯...幾層 layer 而已 但是後來層數夠多的時候 它應該是可以去逼近原本的這個bunch 你就可以看到說原本的bunch是長這樣 然後它的data point就是上面的這個點點的部分 那所以如果... 大家如果有去玩過那個Crowstar上面的這個 TensorFlow官方所出的code有提供的話 其實它第一題就是給你玩一個說 就是用NN去approximator的一條線性的方式 所以其實NN是有能力可以去做到 一個任意的一個approximator這樣子 好 那再來我覺得就開始接近了 就是不是舒適圈的 就是我覺得它接下來會有一些比較困難的東西 它接下來帶出一件事情叫做 Weight Space Symmetries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在講什麼的 好我們一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架構 Input層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heat層 再來就是我們output 那這裡我們做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假設這裡的waiting 總共有end的 大家給個 Sorry 這邊有end的 那如果說我們某一層 我們去將它的詞去做改變 好比說我們這邊可能是1 但是我們把它改成是不1 然後我跟下一層就是大家可能這樣去互相調 那以前我們學習過那個排列組合 我們知道說假設我們去改變這裡的waiting的順序 我們就這樣想 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這裡面可能它有一個它的固定詞 就是你trim完後它的waiting是這樣排 可是我們去做排列組合 我們會得到幾種情況 我們可能會得到m階層的情況 沒有錯 因為我們這樣換 這樣排列下來會有m階層的狀況 那後面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你每一個字讓它變成正 加上正號符號 正號符號 其實你最後得出來output的結果會是一樣的 那這impr一個什麼事情呢 就代表說各位有跟我想像說 如果你的平面軸上面是一個waiting的space 那你的重軸上面是一個 是一個我們的那個error function 那你是不是會找到這麼多點搭結我 是一樣的 我再一次我就說 假設我們問題就簡單一點 就是我們只有兩個 兩顆就好了 兩顆neurror 那我們這地方的話 我們是不是有兩種排列 就兩個 然後乘上乘的正義負一正 負一正義這樣子 那是不是你會在這些平面上 這些waiting的平面上 找出會一樣大家會同樣接過你的minimals 或者是massive mark之類 當然我們nows都是在看minimals 所以你其實會看到 這麼一樣多個minimals 他其實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但是這本 不好意思 但是這本書上其實他沒有進一步去討論說 這個waitspace synergies 會造成什麼結合 其實很多hand paper會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不好的東西發生 那當然他後面可能會講說 他在後面一點8左右在basin的 那個neurlables的部分有進一步討論 但是我覺得他沒有進一步在討論到 他正式會造成的一個狀況 那我記得幾個問題 是 就是說這樣看起來我以為 就是那個early會綁在那個punch 因為它是一個就是 對 它是一個證 對 R function 那有沒有一些評論 因為我看他有些敘述說 這種對陣的事情很多的image會發生 對 R function 那看起來如果不是 就是反對陣的話 2的n字吧 所以這一件事情它會發生 對 M接看起來大概還是會有 嗯嗯嗯嗯 但是他的punch的m四方間是不會發生的 我想問幾層是 我覺得你問了一個好問題 我認為其實這應該 我先說這是我個人的辦法 但不代表正確的答案 我認為有可能會發生 像你講這樣的錯 對 因為就沒有一個正負的問題 這位同學他是提到的 是因為我們這本書上有一段 他是用hypertension這個function來做比喻 那因為hypertension它本身是個r function 所以如果你改成是符號 他等於是整個還數外面就取了符號 大家也知道r function就有這個特性 那所以我們才會有後面的這個 app2的m四方因為正跟負正跟負 那如果說他今天同學問題是說 如果他今天是一個even function的話 會不會有這個狀況 我個人認為是不會啦 對 但是如果有講錯的話 再請幫我修正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我們再討論看看 對 因為這本其實這個彰顯 他這地方我認為他沒有講的詳細 對 那大家就進去下去 如果這個地方的話 我回去再找找一下看有沒有進一步的 所以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真的要進入的就是有關5.2章節 就是我們前面已經定義好有關的這個 forward propagation的部分的話 接下來就要來看他要怎麼去做training 我想這地方都是大家的老朋友 因為其實看到PI沒有 我覺得其實大家對這個東西都有概念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把一些數學識字 在這邊跟大家再快速做個review 只是我認為 真的要有辦法可以去寫到像這樣的數學 我覺得還是要有一點 要有一點功夫啦 我個人覺得中間看了也說還是會有一點卡 就是說他怎麼推到到這一部分 好 那他一開始是怎麼來了 其實他都是從SARC這兩個方向這邊來的齁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就說 我的這個Loss Function 我們是怎麼去定義的 我們想一下為什麼要定義一個Loss Function 就是說我們在training一個model的時候 當我們的模型從開始 initial的parameter開始的時候 我們將我的datapoint放進去 然後通過我的模型 層上他有的很初始的waiting 最後得到一個結果 優點點不能最好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要第一說 那他比結果 就是我們如果他是一個supervised的 有的認定的話 我們想知道說 他跟我們的true value 或我們所謂這裡稱之叫todent 就是上面的t的部分 他到底差多少 我們差多少才知道說好或壞 那才知道接下來怎麼去optimize 所以這也就是定義 這個想法帶出我們error function的定義 他其實就是一個min 我們這裡才是一個min square error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通過 neural network的套路產生出來的output 他和我們正式的todent去相見 那最後取我們的min square error出來 好 那我們這邊還有講說說 我們假定我們的這個tr就是 我們的todent他其實是有一個分布嘛 就是說我們假設他是一個高群分布在這邊 那當然書上這邊有講說他有一個beta這個值啦 那這邊剛剛我們把它補充在這裡 它就是一個vc訊 它是一個inverse的varism 我們的高群lomis的部分 那我坦白講我不是很確定 就是他為什麼用這種方式來寫啊 那我就先把它放在這裡 如果有同學知道的話再幫我補充一下 那loss function其實他可以分成三種 我們常見的題目就是 如果是個regression的proper的話 他的實質是長成這樣子 那他的error function就是跟前輩這次一樣 就是看到說他就是相減的 好 那他的這個就倒出來是這樣子的話 那再來是有關的 如果是viral crossification的問題的話 那其實他最後的 如果看原本的output 就是neural network的output的話 他其實最後的一層是透過這樣的function出來的 那這邊就是把它帶進來 然後最後得到像這樣的結果 所以你從上面的試指就可以看到說 他這樣大概可以化解到這一步 但是推導過程我這邊就沒有寫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推看看 對 我覺得推這個也蠻有趣的 然後另外就是modiclass的crossification的部分 那這張就實質就大概是怎麼這樣子 我想說就多說 那請大家參考看看 那因為在寫後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個打部分就直接 就是不叫我直接使用 就不會再繼續算到這個數據的部分 好 那我們剛才已經定義完了這個error function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怎麼去optimize它 好 那我們可以想像像這個 我就是剛才講的說 我們先腦袋先想像說 好 我們現在有一個waiting space 就是一個平面 我們假設說現在只有兩個 那我們的縱軸就是我的error function 那我們先定義幾個在這個空間上 我們可能會遇到點的一些母詞 我們都稱之他叫做stational point 那這stational point他可以分成三大類 一個是max point 就是maxima的部分 或者是min point的部分 或者有關於saddle point 就是我們安典 那我覺得安典這個是其實蠻有趣的 他其實是取其他的那個形狀來面影的 我這邊分享一下就是安典 因為我以前在學的時候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什麼叫安典 安典的意思就是說 你想像一個error 就是一個三圍的狀況 這個假設是不是x軸 在x軸的部分他可能是一個maxima 但是如果是在從y這邊看的話 他所對於z的話 他其實是一個地點 所以是命點 所以他就很像我們坐在馬上的安一樣 就是你可以像樣坐上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能坐著這個方向的時候 就是馬頭如果在這邊的話 他形狀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點是命點 但是你的腳跨的兩邊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方向 所以他有什麼 他是max的 所以這個點在這邊的話 到底是往往上呢 還是要往下 這叫函定 對 這叫誰都猛 好 那我想講一下說 這張圖他在這個書上講的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其實 有時候我們不是真的需要在這個 ElloFunction的這個空間上 就是紅色這個地方 我們有真的需要找到Global的命值嗎 即便你找到一個命值 你真的知道他是一個Global 因為Global這個定義很嚴謹嘛 就是你必須要知道 真的是所有點中的最小 但其實事實上他事實上會不會說 不需要啦 其實你找到一個Global 如果他的效果已經很好的話 就夠了 就足矣了 因為他這邊也是他講的說 我說How do you know 我怎麼知道 這個點真的是最小 所以其實不用 就是你只要找到一個Global命的話 其實就不能拉 好 那再來就是說 那我們以前所學到的圍清分 我們就第一個直覺說 好啊 你今天要找一個VT 讓他這個整個ElloFunction是最小的 最簡單的方式是什麼 我們以前就一定維分嘛 從一階最簡單的我們就覺得維分 那在這種二維以上的時候 我們就會找說我們要找規定 我們就去對他做規定 但是呢 其實啊 我們沒有辦法找出他有一個CrossPone出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直接 就是對他直接做規定的部分 所以呢 原因是什麼書上有寫的 就是他有高度的Dependency 在那個位景上 你可以想想看說 你的位景已經是透過 第一層Layer 第二層Layer 第三層Layer下去 他其實之間是有很 很強烈的依賴度在裡面 所以其實這是沒有辦法算的 那所以我們必須要透過數值法的方式 去算他 就透過不斷的去疊代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他這邊用的是 TAU就是指某一回合 那這到下一回合這樣 他中間可能是你的waiting 不斷的去修正 修正一點值 修正一點值 讓他最後達到我們的 最後我們再看一下這項題就是 這是我們的那個 Aerror Function的這個集合空間圖 那如果說你要看這個 WC這個waiting值 他是某一個W1加上 和某一個W2的一個組成的一個TOPO 那他所對應到的這個Aerror Function的這個空間 那他的這個有關於T度 就是Aerror Function的T度的話 就是綠色的方向 這代表什麼意思就是 他會朝著比較低一點的地方情急 那當然他畫的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正式的就是什麼 如果他就是一個物理意義上的 就是他找尋的一個方向站 因為gradient本身就是一個像樣 他往某一個特徒方向去前進 好 那其實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再去看 他就是 如果我們從一個叫做Local Quadratic 就是我們從一個二次向式的一個B進法去看的話 將我們剛才的這個Aerror Function 我們再進一步做討論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就是因為這本書才會讓我看到 有這麼多數學去講出一個 我們可能已經以為很熟悉的東西 那他這裡其實是透過一個 Tile展開式的方式 去將我們的Aerror Function去展開 有關於Tile展開式怎麼去寫他 我們就不多說了 但是你可以把他想像 他是有1接2接微分 3接微分4接5接一直下去 那這個東西就用個Tile展開式 然後並且他是在以我們的這個 某一個特定的Waiting 去當作他的詞帶進去 好 那他可以變成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為了要觀察他有關於這個 有關齊合的一個圖形上的意義 我們把他忽略的High Order Turn 我們就只有到Second Order就停下來 我們這時候就在講這件事 大家可以看到有沒有 First Order Second Order 好 為什麼是First Order 因為他這邊其實有第一個Gradient 所以是First Order 然後再來第二個Second Order 就是Second Derivative的部分 所以這個地方是Second Order 那這個地方就是Constant的 OK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Tile展開式 好 那我們這個式子我們再去做進一步的就是簡化 就可以得到了下面這個式子 所以他就會講說這個叫做一個 Row or the Appleship Nation的歸典 你看式子看起來好像看起來就是 蠻好看的 就是大概一直長這樣子 那這個會等下會再帶出一個進一步的東西 我們再來去往下看 好 我坦誠這裡我覺得是真的蠻坦誠的 我覺得這邊我們在看的時候也其實也蠻吃力的 好 那這其實是上一頁我們做的Tile展開式 所化解出的式子 我們這裡做了一件事 就是假設說我們有一個W-STOP 它是minimize我們的功能上去 就是找到一組 就是讓它可以最小化 等到它最小的直化 另外它有一個Ninian Center的地方 我們假設說它已經是水浸泥了 所以你最後試著化解出來會長這樣子 那你說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剛才的這個地方 所以它現在只剩下的是這一個 跟後面的這個部分 OK 所以得到的是橘色框框起來的樣子 那你說這個東西為什麼等於 因為它已經minimize卡了 所以其實這張位置的部分應該是DX跟P 就是你切線協律的部分 可以把它想像說它現在minimize停掉 我常常用一個國中的那個拋線 Y-S平方來解釋這個概念 當你最低給S等你Y等你還是最低 那你S往右邊跟左邊的時候 它那個能量其實就是往上的 是你那邊 對 就是像這個狀況 所以它在那個 我就假設說我現在已經找到它的最小 所以當然我們的slope的部分 它就是一個平的部分 所以才可以將上面飾子中間的 這個first order的部分 就把它用掉 所以飾子會變成這樣 那這個東西的話其實 我也是查了蠻久才知道說 因為它當然有透過一些 謝金代書上面的一個整理啦 就是它可能假設它是鎮定啊 當然我們不在這裡再特別去想一個 什麼叫鎮定或者是什麼 反正它的飾子最後可以化解 怎麼這麼漂亮 它是一個對角矩陣 然後它有一些那個 跳繩子像成這樣子的 經驗這樣子的 那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它從那個 我們的這個error function的上方 從這樣直接看下去的話 它其實就是長這個圖 像這樣的圖啦 那它可能有一些物理意義的存在 那因為我有看了一些 大家其他人的講法 但我個人覺得 我可能沒有很懂 所以我沒有辦法把這裡的物理意義 講出來 我怕它會誤導大家 所以我就不多說 這方面可能大家再看一下 就是它可能會看到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它可以找到的是它的 minimum的 讓這個error function變小的 這個微停在這裡 它其實看出來就是一個 就像一個橢圓的曲線這樣子 但是這個我沒有說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不多說了 總之它從物理意義上 如果你把找出一個最小值的話 它可以看成是這個樣子的四值 對 這邊有限制要衝充嗎 那整體就是跟績小事房在一起 對 如果不然極大的話大概是負幣 是 所以我只能看到這個 不過它講這個要到 我只能看到 我知道正定它會 就會得到這個 就是不可以到這個 就LOGO它會變成一個 LOGO的四下變多次 它會 它會這樣那個包物線 然後我都不得包物線 那 所以它的這個 為什麼它起到這 那不要這個 得到這個LOGO的近視值 只是你想要 想要表示說 因為這個matrix 所以說 它是最小值 LOC最小值 它反正 它先假定 應該說它是先假定 它是LOC的極值 但它還不確定它是最小值 它要確定二次項是正的 還是 它才確定它是最小值 它會這樣 例如說等於是 我們覺得 二次導數要大一點 所以那個趨力要大一點才會是最小值 對 可能是有這個 我剛才想到是 有一個突然有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說 就知道它是那樣的東西 手機又沒得到 輸入過去的話 就是我先談說 在那個幾小值附近 其實是一個包屋面 那我就可以沒得到 直接過去的話 只要勾進就好 我可能怕是另外一個 嗯 接下來只會講 嗯 好 我們就先繼續 嗯 對 好 那 那接下來我講到說 其實我們用剛才前數的方法 其實它會畫很多的一些計算 並且是一些很沒有效率的方式 但其實坦白講 我雖然看了上一個式子 但是我其實也沒有辦法說 我從這個式子去推廣出那個Logic 就是如果其他人有補充的話 可以再跟我們說一下 但是它其實接下來講的就是 它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沒有效率 而且是算很耗實的 所以它決定要採用 也算買掉 Gradient Descent Algorithm 去計算這個方法 好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看一下說 這就是我們的 平常我們更新 Waiting 的方式 那其實我們更新 Waiting 的方式 如果你從 呃 比較直觀的話 我們會覺得說 就當然是把這個資料集丟進去算它嘛 那我們整個資料集都全部跑完了 我們再去更新我們的 Waiting 那其實這東西我們就可以稱之就是傳統的 最原始的 Waiting Descent 或者我們可以講它是 Steps 的 Descent 但是它其實是一個比較 Worst of Performance 而且它必須要整個資料集都進去了 好 看完了 才去更新它 那其實它有做一個假設說 如果我們的資料集是以Pattern 它如果是一個 IID 它之間統計的性質是可以拆開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們 Error Function 的部分 其實它也是可以去 Summage 起來的 是各自各自各自的去跟我們做 Summage 起來的 那最後的話就可以變成是 我們這個 Stompastic 的 Waiting Descent 那就等於說 我們其實只要部分的資料集 其實我們就可以去更新我們的 Waiting 不用到整個資料集 所以你可以一個 Single Point 或者一個 Batch 其實都可以去來更新我們的資料集 後來就得到我們下面的這個式子 那當然這個我想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我們的 Learning Rate 我們這邊就再放上來這樣子 好 那有了剛才的更新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就要看一下它最後是怎麼 我們把這個過程都放起來 然後最後是要透過我們 Error 的 Compatification 方式 那因為這個地方我想大家其實蠻熟悉的 我就這一章節我覺得比較簡單的代表 它其實就是說我們從我們這個 剛才算完這個錯誤透過一層一層的往前算 然後把這個錯誤一直傳遞下去 所以其實也可以講到說 不然權威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意思 就是說我們等於是從我們的 End 段一層一層的往前算 然後算出那個數字出來再回去 因為我們可能我自己啊 我自己剛開始在學的時候 我覺得說那我是不是真的要照剛才前面的公司 這樣一個一個算過一點的微分 然後再一度算回去啦 但其實不用了 其實你真正在跑的時候 因為你最後一層的時候 其實算出來是一個固定值 然後你透過權威分的方式 它就像一顆數一樣 它就可以一層一層一層的往前去傳下去 其實後來我們就沒有辦法多分 多只是一個數值上的計算 那這塊我也許人家可以再查一個頁面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一直看完那個頁面 我覺得很清楚就是它是一層一層的這樣下來的感覺 然後所以它就透過這樣方式一層一層的傳到前面 所以這也可以講說 剛才前面有講到什麼代表或什麼的 如果它某一個環節沒有的話 其實它也沒有辦法再往前傳下去了 好 那這是Aero的 Backupation 這個在我們叫做 Backupation 的時候 那3 4 War 的時候我們都 我們每個時候都要留他的那個 值跟微分值 你這樣微分值 就要乘上微分值 就是它的值這樣回去 所以還是微分值還是要算的 只是說你在往前的時候就算的 對啦 你要這樣做的話就算了 對啦 好 請問一下 剛才前面說就是用背群 就是用背群下去那個訓練的時候 是不是假設它是資料集之間的感覺 所以說如果我們資料集有些相異性 其實都有 我們這樣子的訓練都會做成問題 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就是如果資料集之間 那麼這個資料集之間是有一個相異性的話 大家如果有這個問題 我從我論點講 如果如果我們發現有這個況況的話 也許我們在前面資料集的時候 我們先處理它 讓它變得是一個沒有那麼相異性 這也許是一個辦法 但如果說不行 我現在就是一個相異性的狀況 我要硬勢啊 就是去訓練它的話 我們不是都把它變成做Rendon Rendon Symbol 我基本上我的做法是 資料集前處理會把整個資料全部打散 就是Rendon Swap 就是避免這種可能會 比如說連續比數它是彼此是相異性 比較有關的這種情況 把它打散 那打散之後 之後我再取我的訓練 因為你到時候要有所謂的 Rendon Swap 所以你打散之後 你的那個 Rendon Swap 才不會跟你的訓練有太大差異 因為你的資料如果順序有相關性的話 你這樣直接測 就有可能訓練 可能不會訓練 所以你可能會很好 但是你最後的那個test會很糟 因為你的可能前面的資料 是集中在某些特性的 然後後面的資料是集中在另外一些特性的 所以最老實力一開始 就資料就把它打散 好 對 就是我講的就是可能 我們那些都會有Re-Pathetic方式去處理 但是在Re-Pathetic的時候 你也要去看出說 它可能有相應性的存在 我覺得它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對 通常犯的錯誤就是說 你在做多類別的分類 你把同一個類別的都在同個Batch裡面 這個其實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Batch既然包含是Random的 很多類別的比較了解 還有各位先進去討論吧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現在就已經到了這個Aerror configuration的部分 那先跟各位講一下有關黑色的Matrix部分 這地方我覺得我那時候很VIK了 但是我覺得它真的蠻重的 所以我後來這地方我pass過去了 所以這讓我比較不好意思 然後如果大家有知道的話 再補充 但這個章節我覺得蠻多數學的 我已經理解它很久了 但我沒有辦法可以很完整的get到它的意思 所以我就先pass這個部分 這邊如果像大家有一些人之前 有很早就參加讀出的 我們之前有讀過兩本書 然後在這邊的著謀 因為在這本書的Neural Net也只有一張 對 那我們的上一本書其實是 這本書是Neural Net 就是Neural Net 然後第一次的開始在那個 開個101 一個夥伴 他的那個公司辦人 他讀的那本書是 就叫Deep Nanny 那Deep Nanny 他前面其實也很大部分 在講神經網路的基礎 那那裡面也有包含一部分 是講Hellation Matrix 所以如果說從這裡看得如此 比較適應可以參考那兩本書 OK 好 那我今天就來回去多種謀講 如果有前輩人家要分享的話 也是可以講一下幾天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就是講到有關的Regulation 在這個Neural Net的部分 那為什麼要有Regulation呢? 其實有人講說他是對Waiting做一個Penalty的部分 或者是對Waiting做Weakness的部分 就是去弱化我們可能因為問題造成的結果出來 那這邊就整個章幾個開始提到 就是我們常見的一些技巧 那第一個像是說我們的Earistar 那這個我想大家非常清楚 就是我們Chain到DN的時候 不發現接下來走勢不對 我們決定他應該要採取前面幾個 來Chain得還不錯的結果 所以這種東西我們叫做Earistar 所以從圖上你今天可以看到 我們有附一下書上的圖 就是在某一個之後其實結果不好 他就這樣果斷的給他做一個斷點 就是說我們就Chain到這邊為主 但他其實這個地方 我記得他說的是以 右邊是TESTING 左邊是TESTING 對 沒有錯 然後他其實是以Radation為主 這邊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他其實我記得書上應該是我去證明說 他說他怎麼去寫出它是一個Revolution 2 然後看一下我這邊 看一下我這邊 阿蘇 他書上我沒有特別去寫那個數學次數 因為等一下每一個Revolution的技巧的時候 他其實都會去證出說他其實有一個TEN 所以我們會說他是Revolution 另外一個Revolution的方式就是 我其實也是到這邊的時候才發現說 因為他也是一個Revolution的技巧 我們之前都一直把它當成他只是一個真量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他甚至叫Revirus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就是資料裡面 你可能覺得太少了 我們通常會從方式Argumentation 他其實他也是一個Revolution的方式 就是不管他怎麼用其實他看到的 我們可能知道說他都是六單電影 他會認為他不是不一樣的東西 好 那這也是一個Revolution的技巧 他把它列在這裡面 然後另外一個是有關於這個TENGENT的TENGENT 他其實就是一個方式去鼓勵這個模型 去學這個DATA 他可能有一些變動的情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原本的資料型可能是這個X 那假設我們當初他會變動 然後我們就給他寫成說 他是一個帶有一個變數在的 那這個東西 你看原本這個如果這個後面的變動系數或是平的話 就是等於他本身原來的這個DATA SET 但如果他加上一個變動值的話 你可能這個值他就加了一點去變這樣子 對 他可能就像好像說圖案他有一些雜訊 然後他一通通拿進去這樣 那所以我們攝影機器可以算出 他有一個TENGENT 其實TENGENT從我們的物理意義上 我們就知道說 他可能是一個微小的變化量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從圖上這個XN這個部分 他可能會有一個微小的變化量在你這地方 那我們希望我們的模型 其實是具備有可以學會這樣的能力的 那所以他經過了一些數學式子的去換算之後 就是你從你的OUTPUT 然後針對這地方去求他的平衛分 然後我們最後他換出來的這個式子 對這邊就是數學量 我們再請大家去參考 但是他可以證出來說 他最後其實後來會加上這個 後面都一直在講這個東西 他會多這個式子出來 那這就是他的TENGENT 那這可能是我們原先的這個AERO FUNCTION 他等於是你後來加上這個地方 去做他的這個WAITING的 這個WAITINGS 或者是TENGENT的部分 這邊大概是這樣子 ZENGENT PROVIDATION 但其實事實上 我不知道這地方到底在Code上去怎麼去PRIMENT 還是說他也許有 已經含在我們一本寫Code裡面 如果說有先進知道的話也歡迎抽一下 因為我其實有時候也蠻好奇說 這些東西我們要怎麼去MPRIMENT 在我們真正真實的TENGENT的上面 因為他數學的式子這樣寫跟TENGENT 有時候我也還在想說 這種表情去做準換的 是 是 這個我們的AERO FUNCTION 你這個回分他會講出來嗎 對對 那倒是就是看我們這樣怎樣轉換 例如說是去P1 然後他再拿去轉換上去轉換 那那個TAU 可能要自己也是 對 那個TAU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就是 您講的就是JACOBE的部分 那 他會自己去產出 他會自己去產出還沒有錯 就像這個TAU啦 其實那個TAU 看要在什麼地方去做計算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我現在還想幫個切輪這樣 不過這個 這個所謂的TENGENT PROVIDATION 第一個它跟我們現在用的 L2的分析差異在哪裏 第二個 但那SIGMA LINDA SIGMA很像 那SIGMA如果變成 就是WED的平方 那些等的話就是L2 至少太少 L1 加3-L1 但是這個SIGMA就比較複雜 那第二個是說 這個技巧在現在做Deep Learning 好像很少聽過 有在用 就TENGENT PROVIDATION TENGENT就是這樣 這個地方才聽到 對 所以就是說 當然就是說 因為這本書 寫在2006年 所以它寫的技巧 就是2000年左右的一些做法 但那些 那時候TENGENT應該都是比較淺 所以說 而且可能大部分就負責任 那在這種比較Deep Learning時代 這些技巧 大概哪些 還是適用哪些 可能不太WALK 對 這個我覺得很好奇 好 謝謝先進喔 其實我剛才才知道說 這本書在2006年出來了 它後來都沒有更版嗎 還是都沒有更版 那這個TENG PROVIDATION 我真的也 其實我都沒有聽過 就真的在這本書上才尋到 好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是叫做 TRAINING WITH TRANSFORMED DATA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它是這樣 我們先照著它的邏輯先進來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說 我們這個ERROR FUNCTION 就是如果它沒有 透過任何Transformation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寫這樣 這個沒有什麼 這就是我們 透過數學的方式去展開 因為它裡面本來就是 平方然後層上它的PDF 然後算出來是長這樣子 這是從機率的角度去看 我們的ERROR FUNCTION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他說 如果今天我們的DATA 是被TRANSFORMED的 可能就像我們剛才的前面那樣一樣 就是我們平方這裡 有點小不好意思 我看一下會有放大東西 好 它就是我們剛才上一頁的那個式子 就是我們這裡加上一個變動係數 我們稱之它就變成是TRANSFORMED DATA 那一樣我們把它帶進來這裡 就變成是我們這個式子 好 那它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變動、TRANSFORMED的地方 我們一樣在透過我們的開的展開式 去做一些處理 數學上的處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常數下的First Order或者Second Order 然後再加上後面的High Order的部分 然後你可以把它化減成是 它上面的數學式子 大家先看到這樣就好 然後接著它把它帶進Y的地方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說 它又把它化減成是這樣的式子 好沒關係 這很複雜的數學 最後呢 最後它把它化減成是這個形式 好 從這個形式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畫一個橘色的底線 它其實就是我們原本的Error Function 再來是有關於這個Error Function 它其實是針對在這個 我們變異的系數上面 然後另外再下一個這個橘色的部分 是我們這個比較高階的部分 那它其中它把這幾個綠色的部分 它又是當作無略的去看它 所以其實你就看到這個綠色的底線 其實它又會化解 是一個Regulation的一個Formulation 那你會問我說 為什麼它這裡可以把Henor Function 或者是有關Pursor的去看它呢 我記得書上沒有特別說啦 它只是說我們只是為了探討它的形式 可以把它這樣看 因為它把這兩個東西 都暫時能忽略的地方 所以它又化解成是一個 Regulation 的一個形式 好 這是這一種 但其實這個 就像剛才講的 我也確定它到底現在 還有我們真的在用它 或是CodeTown去improve 這個也許可以再投入看看 好 那至此之心 我們其實就是講到有關於這個 怎麼去針對我們的模型 去做Penalty的部分 就是我們通過的CodeTown 那接下來其實它就開始導入到一個 比較後面的障礙 就已經是 不是那種單純原生的神經網路了 那我想用這張念意圖 來到一個開場 我剛開始在學這個 Metra Density Network的時候 其實我聽不太懂 因為我要說我其實在今天DL4的課 講到這章節 是在關於Generative Model那邊的時候 其實我對這章節 我沒有什麼sense 但是我後來查了解密的後 我想用這個圖來當這個章節的入門口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的Data Set 它的這個Distribution 它其實並不是 但就只是一個以前的高訊 因為我們以前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不是做一個最大的假設 就是前面第一頁第二頁的時候 我說我們的Data 我們的Target 它是一個高訊的Distribution 對嗎 我們假設它是一個高訊的運動 不過問題是你的製造型項目 可能是有多個高訊Distribution在裡面 什麼例子呢 好比說如果是一個綁架 它有可能是某個區間是一個高訊的Distribution 它有一個小小的一個高訊Distribution 可是如果你今天用剛才前面的一開始的Model 你假設說我這整個資料集 就是只有一個高訊的話 那你所做出來的模型 你可能是長成這樣子 它叫做一個Embragable的高訊 它是你稱之下Embragable的高訊 那你這樣子預測就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中間其實有些地方是根本沒有吃的 沒有吃的 所以你的模型可能就會預測出來 就是這眼子 這眼子 這眼子 那這就是錯誤的 所以當然模型其實根本不準 所以我們要這時候做一個預測的話 你就知道說 在這個章節之前的時候 我們是假設一件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在就是我們Dataset其實是一個高訊的處理 我們做了這個假設 然後它是ID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情況 可是接下來這個章節就是說 當你的資料集如果不是這個情況的話 你不可以用那樣的形式 你就必須採成是一個高訊態度 它不是高訊 它是用mixed的形式 所以真正好的其實是 它你的model 其實不太高定的下一個這個形式 所以這個我覺得這張圖就會比較好去理解 那所以呢 所以它這個書上就開始講的時候 其實mixed是一個amazing的寶體 很棒沒有錯 它可以逼近你的問題 但是它在這個官圖的一個problem的時候 它是在從頭 我們來舉例來看喔 我們看下一張圖 這動模型都用到我們之前 假設2-layer的NN 2-layer而已 那如果是 我們的資料集如果是X 去mating到T 就是我們的target是T 然後我們X是一個input 然後去這樣對應的話 你確定我們的prosmator 你的NN 你可以很漂亮去進視它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把這個圖去做個旋轉過來 變成是反過來 我們今天是T去找回我們的X的話呢 O5-O5它其實其實不是一個function 它這個其實你會發現說 這會有多對一的狀況發生 所以它其實在這裡的時候 就不是沒有那個能力去找出這個 你看它所找出來的這條紅色 就不是真的去matching那個圖 所以我們必須要找一個 它書上稱之在那邊 reexable function 就是對個彈性可以去matching這種1-2-n的problem 好 那這邊其實就是大量的數學 它就跟你說我今天啊 我今天我的模型其實就是長成那樣子 它是由多個參數所組成的 多個參數的以下三個 你的模型將會是有一個叫做mixing coefficient 還有一個叫mix 還有一個叫variance 這三個所組成的一個這種特殊的形式 所形成它的這個模型 但是如果其實你覺得這裡有壓力的話 不妨試著將這個sumption打開來看看 什麼叫打開來看看 你會發現其實它沒有什麼啊 它其實就只是多個高群去加起來了 有沒有 它其實就是一個高群 它可能有它自己的 可能有probability 它可能有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成佔它前面的一個某個weight 可能它佔的比例多少 好比說我今天是由三個 剛才前夜這個所組成 它可能佔的比例比較好 我乘以3 它佔的比例比較好 中間乘以2 它佔的比例是1 由這樣的多個的高群 distribution 它乘上的比例去加起來 但我這裡其實講一個不對的 就是腿p群這些應該是一道理 可能就像這樣子 所去組合起來 形成一個新的高群這樣子 所以它的bristal function 就會點自這個形式 所以從這次看 它其實就是多個高群 distribution的 一個賞力訊息 好 那你的這個model到底在chain什麼 其實你model其實就是在chain的這些condition 所以你看 這張圖我就直接從頭上找 因為書上其實我覺得 書上的圖也不錯 等一下我給各位看 它就是說你的input是這樣的 然後通過你的heater layer之後 你算出來然後不得去形成 所以其實你看球 現在是在chain一個parameter 然後不是以前在chain 求一個出過boss的球 他的loss這樣 也是在求loss沒有錯 我意思是說 他現在你最終求出來output 他其實就在求抗b 這樣子 所以書上其實固了這個圖 書上固了這個圖 你看他的theta就是他的參數 所以你別看出來他這邊就算出來 所以你不然把theta都這樣 他其實就可以去mix 就做出這個bix的高群 對 我想這種形式應該還是 固定幾個封的 就是有那個神經 最後是數幾個就是幾個封 是不是 就是三個 我就先聽我的名字輸出三個 三個神經 我知道你的意思 嗯 有沒有個好問題 還是一刻他就會鎖在一起 對我覺得應該是鎖在一起 但我這個我會後我在補充 但在社區上 我想同學剛剛問題就是說 請問你這裡三個就代表三個嗎 其實我覺得應該 可是阿發自己會衍生三個 mue會衍生兩個 因為應該是兩個 對 所以它裡面其實應該是帶有那個維度 它裡面可能就有帶有那個維度 因為我看如果剛才那個四字的話 其實它裡面應該就會有 因為它應該是一個項量 所以它其實算出來的可能 然後比如說 或是一個會講的 那其實裡面應該就可以看得出 它維度應該是幾 像有一個問題 其實你還是指定說 你想要維度最大的指定嗎 嗯 我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我 嗯 不是很肯定 我再來再檢查看看 好 那我想同學有問題 我會後來比一下 就是到底你券的話 你是不是一開始就知道說 它可能有幾個高訊嗎 或之類的 那這個我再確認一下 再跟各位講一下 但是那個是跑出來的 喔 你說它可能自己算出 所以可能前告出 就說有了 嗯 但我現在 他剛才一直說 如果三個四個三個 那個 嗯 這個我現在確定 所以某個 所有戰術政府 可以拿的問題 但是 我目前出貨的認為是可能 也有可能像你講的 可是它到底應該是要固定 你才有辦法算出那個 包括一個項目 對 那我看到 那我可能會出錢的感覺是 好像你設計的東西 那就是最多講 嗯 我想像你弄三個 設計的出來 結果 好不好會說 請 好 那 這個我大家有興趣 我回去再多查一下 謝謝 那 這地方就是 Naturedent Naturedent 那書上其實還有更多的 有一些數學證明在講說 它怎麼去追倒那個 那個 式子 那我這邊就不 多說啦 因為它數學式真的蠻反彰的 我其實沒有完全 擺對不來catch up 上 那它有一些 constraint在這邊 就好比說 我剛才講的就是 每一個高選 它所承上的COVID-19 其實上面選起來 應該能移 所以等於是 大家都是做一個Decade的狀況 好 那它這個式子可以顯成這樣 以及另外一個是SIGMA 它MIC的部分 都有額外的一些式子 然後最後它的那個 ERRORFUNCTION 因為我們還是要ERRORFUNCTION 去Naturedent 所以它的式子 其實是顯成這樣子的 那推導呢 那就是可能再請各位參考一下 約會的 所以說它最後的 這個Naturedent 就是每個平均值 跟它的Central errors 對 我們就會算說的是 是它的那個MIC STOITION 或者密碼 等於是我們這個MODEL 是在Central的那個 OK ERRORFUNCTION 是 然後 那些參數 然後怎麼去Feed Data 你說怎麼去Feed Data 你說它怎麼去 ERROR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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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邊算是 是這樣子 對對對 那 怎麼換成這樣 ERRORFUNCTION 一組預測的參數 然後就會等它一個DETRIBUTION Mr.Dentity的DETRIBUTION 嗯 那這邊你再去 再去跟 DETRIBUTION 做 做 算 得到一個 ERRORFUNCTION 我了解你的問題 就是說 我重塑一下你的問題 是說 雖然我們知道這裡 在算我們的 PERIMETER 但 始終我們還是要跟我們的 DETASET 去做求證 到底有沒有完全Feed 那這個ERRORFUNCTION 到底有沒有去跟 TARGET 就為了我們的Output 去做一個平對這樣子 這個就是把它算 ROBELINE的部分 然後加起來 這個ROBELINE的部分 對 DATA在哪個DETRIBUTION 有 對 其實是有DATA的嗎 這個 這個是TARGET沒有錯 那這是Input 這是TARGET認可 那 至於 這可能 我要再細看一下過程 一下我幫助 解答這個 我以前在那個 好像 或是說 V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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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也能做 在RORFUNCTION 它的MOTION 對 對對對 因為它會把命跟BARINS 算出來的 但是它的版 就是樣子 然後變成是正 好像做樣子 H1C 很小 嗯 的確在這個VAE章節裡面 就是有提到這個 Mixer and Enson 的內容 好 那 已經快到 這裡尾聲了 因為剛才前面可能 你會說 這些章節 因為它比較多數學 所以我就 只有抓它的精神 先分享 數學部分可能 就請大家再看一下 那最後這個 BARINSEN的這個 Newer Network 我坦誠講 這張題我沒有 tatch out它的 實際的內容 但是我 我有找了一些 就是來補充一下 那如果現金很熟的話 也可以直接講 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是有把 我們前面傳統的 DN 把它當作是 Standard的 Newer Network 那因為它之前裡面 就是每個 就是我們的 waiting 都是我們算出來的 通過Chain 都是一個constance 這個我想明大家沒有問題 但如果是在BARINSEN的 Newer Network 我們其實勸出來 是我們把每一個 中間的地方 都當作Distribu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圖上面 就是看到說 這個分佈這樣子 那我有放了一些 這個 那我有解了一些 它裡面的內容 就是說 它其實是跟我們這個 BARINSEN 這個Inference 這個是 還在我們整個網路裡面 然後 我們是把waiting 跟我們output 都把它當作是一個變數 所以我們其實是在尋找 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這個margin 的Distribution 去避充我們的data 那我覺得 你們可能問說 為什麼是一個 margin distribution 就我現在 出顯的認知 應該是說 我們可能求出來 是一個hoto的 Distribution 但是我們過來 去求我們的margin 然後才求到 我們的目標 要求的這個 這個data 的這個Distribution 所以我稱之 叫margin distribution 那我們這個 BARINSEN 就是我們這個basin 的data 它的最終極的目標 其實是希望可以去量化這個 uncertainty 然後 這個 由這個 位者跟output者這邊 所造成的 所以它其實是 因為這個書上這樣寫了 它說去 針對我們的這個預測 去解釋它的一個信心度所在 所以這個地方 就大概是這樣子 我看一下 喔 對我還有最後一個 這個補充 人家說 我找了一個人家 所比較的圖 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如果是傳統 這個DN的話 它的目標其實是 我們去做一個 reaction 去找到一個 最好的結果 去做reaction 可是在DN的話 其實我只是在做一個 完全reaction 那在位層的部分 如果是傳統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single set 但是如果在based的話 其實算出來是一個 distribution 它其實是一個紀律 它不是一個固定領執 那我們平常在求 DN或我們這裡做的sign 我們透過quated descent 但是在DN的話 我們其實透過mc mc 我們這裡會選擇 或者是我們variational inference 然後這就是像VAE 它們可以用到的 或者還有一個就是 frost的方式 那如果是在我們的sml 的部分的話 它可能我們之前 會用到是mle 但這邊可能 是我們不會用到map的方式 因為我們可能 還會考慮到prime 就是我們信念的機率 等等的這些 去算出來 那因為這個商品其實 我沒有cadens手 所以我這邊只有整理一些 這些內容給大家 那有沒有 現金這邊可能 也許可以補償的 這邊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我有看到人說是 會建議說是要用bc 會去針對網路的錯性 還是什麼 會比較好 但是我那邊就能再細看下去 對 那這個地方 如果我看了一下 如果是在code上面 去umperm的話 其實Keras 它們都有提供 一系列有關於是 有跑到b2體的 的那個 在那邊 那你可以去 直接這個 這個套品出來 所以這個是已經 都有現成的 的code可以用 那我想我今天的分享 就大概到這邊 那有些彰顯的 我不是那麼熟悉的 我會後 如果同學有興趣 我也會再 再多專機再補上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有問題嗎 好 沒問題 今天就謝謝亮訊 謝謝 謝謝